嗨各位观众啊,我是频道主,也是那个不识人间烟火的老吴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一个超有趣的话题设计复古风格的街机游戏 大家有没有想过,怎么样的游戏可以既让你轻松愉快地玩 又能让你在玩的同时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呢 今天老吴就带你探讨一下设计街机游戏的五大概念 这些概念可都是资料丰富,而且绝对能让你在游戏中获益良多 首先,我们来谈谈第一个概念,时间旅行冒险 这是一个让你穿越时空,探索各个不同时代的游戏 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可以体验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历史 还能学到许多关于各个时代的知识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太空入侵者 这个游戏让你成为宇航员,保卫地球免受外星入侵的威胁 在游戏中,你将学到有关太空科学和太空武器的知识 第三个概念是魔法王国冒险 在这个奇幻的游戏中,你可以学习各种魔法技能 与各种神秘生物互动,并解开古老的魔法谜题 这绝对会让你对奇幻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 然后,我们来谈谈侦探迷案解决者 这个游戏将让你化身为一名侦探 解决各种复杂的犯罪迷案 在游戏中,你需要搜集线索,进行推理 这绝对会提升你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后,我们来谈谈经典决斗士竞技 这个游戏将带你回到古罗马的决斗士竞技场 你可以创建自己的决斗士,参加各种战斗 通过这个游戏,你将了解古代决斗士的历史和文化 所以,各位观众啊,设计复古风格的街机游戏 绝对是一个充满乐趣和知识的过程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话题 也记得留言告诉老吴,你们最喜欢哪个游戏概念哦 一起来探索游戏世界的奥秘吧 一,时间旅行冒险 当设计阶段旅行冒险游戏时 需要考虑以下详细和充实的元素 一,历史准确性 确保每个时代的背景和细节都准确无误 这包括建筑、服装、文化和历史实践 玩家可以通过游戏学到真实历史知识 二,时间线的分支 设计一个复杂的时间线 玩家的选择会影响故事的发展和不同时代的状态 这种分支情节可以增加游戏的可玩性和知识性 三,历史人物互动 让玩家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互动 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 这可以通过对话、任务和事件来实现 四,时间机器和科学解释 解释时间旅行的科学原理 让玩家了解角色如何穿越时空 这可以通过游戏中的科学设备和解释性对话来实现 五,时代特有的挑战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独特的挑战和障碍 需要玩家运用特定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 这可以激发玩家学习更多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的兴趣 六,文化传承和艺术品 在游戏中展示不同时代的文化、艺术和文学作品 鼓励玩家去欣赏和了解这些方面的内容 七,历史配乐和声音效果 使用每个时代特有的音乐和声音效果 让玩家沉浸在不同的历史氛围中 八,解释性提示和资讯库 提供一个资讯库 让玩家随时可以查看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详细资讯 以便深入了解 通过这些详细的设计项目 时间旅行冒险游戏可以成为一个兼具娱乐性和教育性的体验 让玩家在玩的过程中增长知识 二,太空入侵者 当设计太空入侵者游戏时 以下是可以考虑的详细和丰富元素 一,太空科学背景 提供有关太空探索和科学的详细资讯 包括宇航员的生活 太空飞行器 行星探测等 这可以通过游戏内资讯库或游戏角色的对话来传递 二,外星生物生态系统 设计多样化的外星生物 包括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和相互作用 玩家可以学习这些生物的特性和行为 以制定更好的策略 三,太空武器和科技 详细介绍游戏中可用的各种太空武器和科技 包括雷射炮 电磁脉冲武器等 这可以通过升级系统或科技术来实现 四,行星地形和地理 每个太空站或行星都应该有独特的地形和地理特征 这些地点可以提供不同的挑战和资源 玩家可以学到如何在各种环境中生存 五,太空政治和历史 深入探讨游戏中存在的各种太空政府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 这可以通过任务和故事情节来展现 六,太空探险任务 设计各种任务 要求玩家在太空中执行不同的任务 例如外太空救援 资源采集 外星外交等等 这些任务可以激发玩家学习更多太空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知识 七,太空飞行物理学 游戏中的太空飞行应该基于真实的物理原理 玩家可以学到太空飞行的基础知识 例如微重力、轨道调整等 八,太空音乐和声音效果 使用令人兴奋的音乐和声音效果 增强太空探险的氛围 通过这些详细的设计项目 太空入侵者游戏可以提供丰富的太空科学知识 同时让玩家沉浸在刺激的外星生活中 这不仅是一种娱乐 还是学习太空科学的方式 三,魔法王国冒险 当设计魔法王国冒险游戏时 可以考虑以下详细和充实的元素 一,魔法体系 详细介绍游戏中的魔法体系 包括不同类型的魔法、咒语和魔法杖的使用 玩家可以了解每种魔法的特性和用途 以及如何组合它们来施展更强大的法术 二,奇幻世界地图 设计一个精美的奇幻世界地图 展示不同地区的文化、生态系统和地理特征 玩家可以在探索世界的同时学习这些地方的背景故事 三,魔法生物与生态系统 创建多样化的魔法生物 包括巨龙、独角兽、精灵等 玩家可以了解这些生物的生活习性、行为和特殊能力 四,魔法历史和传说 通过游戏内书籍、角色对话和任务 深入探讨游戏世界的魔法历史和传说 这可以帮助玩家更好地理解魔法王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五,魔法学院和师徒关系 让玩家在游戏中扮演一名魔法学徒 学习不同魔法技能 玩家可以了解师徒关系的重要性 并通过任务和训练来提升自己的魔法技能 六,魔法工艺和魔法物品 详细介绍制造魔法物品和魔法工艺的过程 包括魔法锻造、魔法药集制作等 玩家可以学到如何制作和使用这些物品 七,魔法政治和冲突 深入了解游戏中的魔法政治体系和不同魔法势力之间的冲突 这可以通过任务和剧情情节来传达 八,魔法音乐和声音效果 使用美妙的音乐和声音效果 增强魔法世界的奇幻感 通过这些详细的设计项目 魔法王国冒险游戏可以提供丰富的奇幻世界知识 同时让玩家沉浸在充满魔法和冒险的世界中 这不仅是一种娱乐 还是了解奇幻文化和魔法的方式 侦探迷暗解决者 当设计侦探迷暗解决者游戏时 可以考虑以下详细和丰富的元素 一,犯罪场景和证据 创建复杂的犯罪场景 包括案发现场 嫌疑人的住所和物证 确保每个场景都有细致入微的细节 玩家可以仔细检查和分析 二,犯罪学和心理学 引入犯罪学和心理学的概念 玩家可以学习犯罪行为的模式 心理学特征以及嫌疑人的行为特点 这有助于玩家分析案情和嫌疑人的动机 三,调查技能 设计多种调查技能 如指纹分析 DNA检测 图像增强等 玩家可以学到如何运用这些技能来解决案件 四,证人和嫌疑人对话 细致塑造证人和嫌疑人的角色 通过对话系统让玩家与他们互动 了解他们的背景故事 口供和线索 五,法律城市 深入了解法律城市 包括搜查令 逮捕令和审判城市 玩家可以学到法律体系的工作方式 六,历史案例和著名侦探 介绍一些历史上的著名犯罪案例和侦探 让玩家学习侦破技巧和策略 七,城市地图和犯罪热点 设计游戏中的城市地图 突出不同犯罪热点和地区 玩家可以学到城市的地理和犯罪趋势 八,心理学分析工具 玩家可以使用心理分析工具 来分析嫌疑人的心理状况 帮助确定他们的真实动机 九,案件档和证务库 提供一个详细的案件档和证务库 让玩家可以随时查看 你收集到的资讯和证据 通过这些详细的设计项目 侦探迷案解决者游戏 可以提供丰富的犯罪解决知识 同时让玩家沉浸在解谜和犯罪侦查的世界中 这不仅是一种娱乐 还是学习侦探和犯罪学的方式 五,经典决斗式竞技 当设计经典决斗式竞技游戏时 以下是可以考虑的详细和充实的元素 一,古罗马历史和文化 深入研究古罗马帝国的历史和文化 包括社会结构 政治制度 娱乐活动 玩家可以通过游戏了解古罗马的背景 二,决斗式类型 设计各种不同类型的决斗式 如剑式 骑士 兽斗式等 每种类型都有其特殊技能和武器 玩家可以选择并升级自己的角色 三,决斗场和竞技场的 创建多样化的决斗场和竞技场地 每个地点都有其特殊的布局和挑战 这可以增加游戏的多样性 四,历史决斗式和传奇战役 介绍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决斗士和传奇战役 让玩家能够模仿他们的成就 这有助于玩家了解古代决斗士的故事和背景 五,武器和装备 详细介绍不同武器和装备的种类 包括剑、盾、护甲等 玩家可以了解他们的优劣和用途 六,规则和规定 解释古罗马决斗士竞技的规则和规定 包括不同类型的比赛和胜利条件 七,决斗士生活 展示决斗士的日常生活 包括训练、休息和社交活动 这有助于玩家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 八,观众和赌注 设计逼真的观众系统 让玩家能够感受到观众的情感反应 并了解古罗马时代的娱乐文化 九,战斗技巧和策略 教授玩家决斗士战斗技巧和策略 包括进攻和防守技巧 配合队友等 通过这些详细的设计项目 经典决斗士竞技游戏 可以提供丰富的古罗马历史和文化知识 同时让玩家沉浸在古代决斗士的生活和竞技中 这不仅是一种娱乐 还是学习古罗马历史和体育文化的方式 总结与结语 设计复古风格的阶级游戏 可以提供丰富的娱乐和知识体验 在创建这些游戏时 详细和资料丰富的元素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们可以让玩家 在轻松愉快的游戏过程中 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 以下是针对不同游戏概念的总结 一,时间旅行冒险 这个概念带领玩家穿越不同的历史时代 强调了历史的准确性和文化传承 玩家可以通过游戏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背景和文化 二,太空入侵者 这个概念提供了太空科学和外星生命的知识 玩家可以学习太空探索 外星生物和太空武器等方面的内容 三,魔法王国冒险 魔法王国冒险游戏深入探讨了奇幻世界的魔法体系 生态系统和文化 让玩家深入了解奇幻文化和魔法 四,侦探迷案解决者 这个概念通过复杂的犯罪情节 调查技能和心理学元素 说明玩家了解侦探工作和犯罪学 五,经典决斗式竞技 这个概念将玩家带回古罗马时代 提供了古罗马历史和文化 决斗式类型和竞技规则的丰富知识 无论选择哪个概念 详细和资料丰富的设计项目 都可以让游戏更加吸引人 同时也为玩家提供了有趣的学习体验 通过将娱乐和教育相结合 这些游戏可以为玩家提供更多的乐趣和知识 希望这些概念可以为游戏设计师提供灵感 创造出令人兴奋和教育性的阶级游戏